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影片之前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 按旁边的小铃铛 何时有新片就可以马上看到 星期三上映今季菊草压续战 看回记录 这么多个练马师中 只有高东尼可以在这一天连赢五季 证明他特别喜欢标美会 上季潘顿赢电路7号 帮他来过菊草happy ending 今季冬扣继续派强阵 沙掌金刚5月转仓立即赢 高东尼招牌闪到立立令 跟着输场泥地加格沙 上场翻菊草又跑第二 今次不转路程一定想赢多一场 美丽宽星这只法国自购马 上季9场最厉害跑第9 今季马就终于开竅 由陈嘉熙和艾杜拉各赢一场 上场排12当都跑第5 今次不转路程 有机会赢今季的第三回合 星期三跑菊草必难 报民见到这条跑道就搭塞堂 看今季七战统一疑难 每次都赢到马 加上撿了11win 最威衰是季初9月20日 捧着神州飞区 进宝和进行星连中三圆 成绩真是挺OK的 今期报民又有恶马列阵 何言马防的樊汉今早上季落地之后连赢两场 怎知跟着马就得过近致 戴前将报民跑完第三 跟着潘顿和艾杜拉接力又是3344 今次OK过重新接手 肯定咬着牙筋捏进去 罗曼努祸最近三场投马 都是来自谷草1650米 上场跑第二 和赚金夺冠 弄了条无位结马防Q 今次没了扣女 有机会坐正啦 霍云星上季和今季跑马地 首战都成功起码 而近两季谷草压续战也来有马赢 总共撿了4场投马 做到好头好美 认真驾驶 星期三星仔都有参事马 五盘志同满满 这只四岁澳洲PPG 虽然跑8场还是30部队 但减到来5班38分低位 分分中吴声吴声吓你一惊 超勁宝宝 季初由霍云星49分赢 接着7场只是跑过1场第三 今次跌回来48分 还低过赢马当时 放出来跑都挺有威力的 真感今季转入黎超声马房 总共赢了三场投马 影真巴弊 这类招牌马绝对不会保留 今次赛前在重发市黎杂 起步信势放出来跑 结果轻胜对手过几马位 今次由老拍当贺明连跑 有机会赢今季的第四win 今期又有缺货马 韦达的对行之星在今年初一对前球做过手术 接着由4月3号至4月24号停了22日 放假拍的果然得 商场跑完被验出气管有血 由5月25至5月29号停了5日 文家梁的霜天宝马上场就跑包尾 接着由6月21至6月24号停了4日 又看看这几只马今次表现会怎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